清朝鼎盛时期,国土面积多达1316万平方公里 如今的外蒙古也是被揽阔其中 但是后来由于历史原因 蒙古就分成了内蒙古和外蒙古 内蒙古自然在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 而外蒙古就独立成了一个国家 那么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那就是如果蒙古国未来能够回归中国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利弊 首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好的方面 蒙古国一旦回归 我国的国土面积肯定会增加不少 多达156万平方公里 我国就会超越加拿大越居世界第二大国 而且我们的边境线会缩短1200公里 因为蒙古与中国的边界约4600公里 但是与俄罗斯的边界约3400公里 所以这也是一大利好 另外我国的矿产资源会大大的增加 因为蒙古国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目前已经发现和确定的矿场有80多种 除了蕴含铁、铜、木、煤、铅、金、铅、乌、石油、油业岩等资源 其中铜矿矿杵量20多亿吨 黄金杵量达3400吨 煤矿杵量达3000亿吨 石油杵量达80亿吨 铁矿杵量为20亿吨 饮食矿船杵量2800万吨 零矿杵量2亿吨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自然资源 同时由于蒙古国仅靠俄罗斯 所以一旦回归 中俄两国未来的交往会更加的密切 像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的供质量会大大的减少 也不用给蒙古国任何的中转费用 同时中俄两地的交通也会更加的频繁 不仅加强了国际贸易 还能极大的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 畜牧业是蒙古国的经济之术 但是他们没有出海渠道 只能在内地销售 并会饱和 无法实现其价值 若是回归中国 这些资源可以通过各项交通运输 运输到全世界 我们中国也会如同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一样 成为出口羊肉、流热的大国 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也可以使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 但是也有人提出 因为蒙古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 他们崇散自由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的科技水平也相当地落后 甚至很多基础设施 还需要别的国家来帮忙建设 一旦回归 我们就势必会给予大量的援助 投入会非常的大 另外一旦蒙古国回归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线会增加3400公里 那么中俄两个大国会紧紧的相连 这样就缺少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弹 对此大家又是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